在中国跳水的历史上 作为女子跳台运动员 能够参加两届奥运会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福明侠 另外一个就是陈若林 尽管论名气 陈若林还比不过福明侠 不过拿到单人和双人 两个项目大马观的陈若林 在成绩上已经 悄悄超过了十届福明侠 那面对再次冲击奥运冠军的道路上 他也一直都在默默地坚持和努力着 今天的日子奥运年 就让我们带您讲述陈若林的故事 午饭时间的来临 对于一般人来说 丢致着休闲与放松 也终于可以填饱 鸡肠碌碌的肚子 但是对于陈若林来说 我们已经上午艰苦训练之后的 又一场考虑 训练局的餐厅 菜式丰富 但是盛到他碗里的 只有这些简单的内容 控制体重对于陈若林来说 似乎是一个永恆不变的主持 他其实之所持有 想吃到的 这样的生活其实应该是挺苦的 对 我也 事业嘛 没办法 现在这里不像十五六岁的话 人小 然后压水花比较容易 然后现在身体也是 就是体积比那时候要大 然后压水花也不太容易压 比四年前要种了有十斤 十多斤 然后也长高了很多 种这十多斤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你要绑个五公斤的杠铃片 在身上往下跳 每天都是围绕着这个困惑 有的时候今天一来一看胖了就觉得 今天肯定质量不会很好 今天动作肯定要掉得很快 就是说完成得不轻松 今天一看瘦了 觉得今天那动作能跳得很好 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暗示都会有 随着身体的发育 制定的92斤的体重指标 显得越来越严苛 总是难以完成 这天的训练 陈若霖反常地躲着我们的镜头 表情异常 任教练的脸色也并不好看 试图二人甚至很少有言语上的交流 原来当天的体重又没有达标 两个人闹了点别扭 这样的情绪显然影响到了训练效果 直到领队周继红出面调停 才结束了这场因为体重而引发的冷战 心情好起来 脸上逐渐也有了笑模样 尽管已经19岁了 但大多数时候 他还像是个单纯的孩子 只是这样的笑容 随着年龄的增长 以及这两年在成绩上的起伏 变得越来越少 刺一刺牙 2009年代商出战罗马世锦赛的陈若林 正常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然而却以十分的劣势 不及超水平发挥的 墓西哥选手埃斯比诺萨 2010年再度出战长州世界杯 陈若林准备得非常充分 然而这次 他却败在了岁数比他更年轻 身体也比他更轻盈的同门师妹 不要单手中 那时候就在想 我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吧 因为 那会儿就是怎么比 怎么输 就真的好像 就是有点没有信心了 然后到底就是在想 到底该坚持下去 还是应该去干些别的事情 从北京奥运会的两枚金牌 到连续两次世界大赛 杀了所以 曾经自信到爆棚 随后又被现实狠狠地摔打 其实站在上海市井赛跳台上的承诺里 很坦克 去之前我的腰好像伤了 然后还打了针锋笔 然后因为是打在腰上 然后打完之后 就很难调整过来 然后就会 就会特别没劲 然后腿也蹬不起来 然后反正什么动作都翻不过来 到了那边之后 状态还是一样 就特别急 应该那场比赛 是我状态最差的一场 然而状态差并不等于运气差 七年国家队的生涯 上百场重要比赛经验的积累 锻造了陈若林 把握机会的能力 当最主要的对手胡亚丹出现致命失误后 他稳稳地掌握了水面 不仅帮助中国队守住了女子十米台的冠军 而且也成就了自己双人和单人 两个项目在世界杯市井赛和奥运会上的全满观 这样的成绩已经悄悄超越了富民家 失语赛完之后 然后我也想自己这么差的状态都肯定拿冠军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服不了 他从来没有说比原赛以后 拥抱我这么长时间 他当时马上就过来拥抱我 而且抱了好长时间 当然他也没说什么 可是能看得出来 他心里确实比较高兴 曾经在比赛中丢失的信心 又通过比赛重新找了回来 他在今年举行的所有国际性比赛中 斩获了全部的冠军 当然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仅靠心态远远不够 还需要付出超人的努力 以前还小嘛 睡一觉就能恢复过来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有时候睡一觉过来 还有点恢复不过来 最累的时候就感觉 走路都走不动 然后上到十米台就会感觉 就是很喘 然后要歇很久 然后才能恢复过来 然后再跳 尽管言语中 已经有了与他年龄不相符的沧桑 但是对生活的热爱 却与同龄的女孩 没什么分别 甚至会更强烈 在他训练局的公寓里 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性格 从您腰那么细不 你给我看看 什么叫曾经啊 这是你的腰嘛 腿也这么细啊 漂亮 这给他画弄成那个弄的老 太老了 我觉得这两张挺好看的 是不是这两张显得腰挺细 腿还挺细的 还挺高的 新一天下午 有时候练累了就不想出去 就在房间待一下午 然后看电视啊 看书啊 就最舒服 特别喜欢从12点看那个时间 从慢慢慢慢走走走走走 走到晚上10点 因为我们平时下午去练 在这练的时候都是 两点一直到8点嘛 三四五六七一点的时候 都是在馆里面 然后没有办法在房间 看到那个三点 四点五点 还在房间的那种感觉 这是属于陈若林氏的少女情调 在很多同龄人 奢侈地挥霍着光阴的时候 她却格外珍惜 属于自己的时刻 只是生活给予她这样的时刻 显得过于吝啬 最近一直处于 东壁集训的陈若林 为了奥运会 像上紧了八条的机器 对于她来说 第二次奥运会的征程 有着更多的含义 以前很小的时候 刚练跳水的时候 也不敢想自己能有 就是现在的这个成绩吧 当时就觉得 陈若林侠参加了两届跳海 我一会就觉得 久久点不敢想 我是想最好是能超越吧 因为我还是比较想当第一人 她不是一直去走别人走过的路 我还是不想当第一人走过的路 我还是不想当第一人走过的路